最近我一直在调试这个角度 我始终我能挡住背后的一个光源 这个我好像能做到 但是镜片的反光我就阻挡不了 那不是我能做的事 昨天有一个英国的观众 跟我提了一个意见 你好你好 说那个谁 说那个paypal的手续费太高 这个问题我估计解决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开通那个打赏的时候 我应该是没有解释过这个问题 我一共现在有两个频道 原先的那个频道呢 因为我预计啊 当时我在老挝的时候 它不是youtube 它不是youtube的这个获利地区 所以我挣不着钱 挣不着钱 我还得买流量包那个上传视频 完了以后呢 我考虑过今年年底呢 是应该去台北祭奠一位长辈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个 他获利的申请 他可以提交 提交你未来啊 未来几个月 你要你要去哪 就那个地方 如果能获利的话呢 他也会给你 给你开通那个获利的这个方式 所以我就 我就把那个 老频道的那个获利的途径填写成台北的国君忠烈词 那么作为给 给一位烈士吧 现花 那么这样来使用 因为他反正我在老挝我也这么着钱 对不对 你要是填到台北的话 他有可能 他能获利 那完了以后呢 六月份的时候 我提交了这个申请 七月份 他正式的回复我 就可以获利了 现在可能 每天有个几美元 十美元 这样一个收入啊 就我还不知道怎么操作 估计呢 最终 他让我提交那个银行卡 完了以后我也没办法提供 我就提供了那个台北的地址 那我相信呢 这笔费用 他会一直 递送到国君忠烈词 今后我也不准备做任何变动 我觉得 对 个人可能自己的想法不一样 就我个人是 谢谢 谢谢 没事 喊我老头就成 我在家 我老婆也经常喊我老头 是吧 我小女儿才十一岁 她也喊我老头 没问题 挺亲切的 完了以后呢 我新注册的这个频道呢 她因为这个观众观看的时长不够 她YouTube可能有双重的规定 她就是订阅的人数超过一千 然后完了以后呢 观看时长要超过四千小时 她才会给你开通这个广告 所以我现在如果说就单谈出视频这一块啊 我要想见到回头前 好像只有打赏 因为这个第一个频道的 就老的频道的这个广告费 它收入不归我 我已经捐赠出去了 那第二个频道呢 到目前为止还没看到这个 有获利的可能性 估计还得有一段时间 我也挺耐心的 没办法 你不耐心也不行啊 对吧 那么所以呢 我请美国的一个朋友 帮我开通了一个PayPal 然后完了以后通过它 我倒是收到了不少观众的打赏 是吧 有给五百美元的 当然了 也有给一美分的是吧 那个这个就无所谓了 放一放吧 反正也问题也不是很大 新的频道我相信 未来最多也就一两个月吧 能收到广告费 这个我觉得 很值得这个期待 我挺有信心的 问题不大 那个今天呢 就昨天我其实就预告这个问题了 前两天 就第一次尝试直播的时候 我收集了一下 观众关心的问题 大概五六个 那这两天又增加了两三个 那么我就按部就班的 一天一个来呗 是吧 就尽我所能去做一些解说 那么今天呢 其实它是一个苦难的开始 因为今天谈的移民的这个话题 它很沉重 跟大家平常接触的这个答案 可能不一样 它不是什么政治正确的问题 而是很多人不愿意说的话 我觉得不应该藏这些的 我以前出过一个视频 就关于这个 出过一个系列 它涉及到这个 关于中国人出了国以后 会出现了一些笑话 其实这些笑话背后的故事很冷 我很少看到有人愿意谈这个东西 我就是也不愿意谈 但是有人问 我觉得应该给予一个正面的回答 这是最好的 我这个人呢 今天53了 但是我只跑过两个所谓的外国 去过老窝待了五年 谢谢谢谢 那个 这刚到泰国才一个星期 是不是 我对这个国外的了解 其实并不多 但是呢 我看到了一些事 我觉得就不应该瞒的 为什么说这个世界 它对移民不是很友善 就从中国大陆出来的移民啊 还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呢 我们知道 很多所谓的西方国家 它是姓教 我们知道这个基督教 它在这个社会上 它其实是在主流的 你不管是教徒也好 他们所在的国家 经济 政治 文化 甚至军事 各方面的发展 都是相当优秀的 因为他们主要有白人组成 那么这些国家呢 它对有色人种 其实是有歧视的 只是很多人 因为政治正确的问题 不愿意去谈谈 那么随着这个 六十年代兴起的这个平权运动 很多黑人的权利 经过几代人的呼吁 得到了一些提升 但是黄种人并没有 得到相应的成果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判决 就是有这种种族歧视了 它多半是针对黑人的 赔偿也相当的巨大 甚至过度执法之类的 那么法庭也会有一些宣判 那针对黄种人 在大多数西方国家 你其实就算获得了同等的这个对待 你也不太容易赢得你希望的金额 那么整个社会呢 它不是很看得起你 因为你不信教 你来自于一个没有神的国家 就或者说 你原来生活的这个环境 人家看你的时候 它是用怜悯的这个眼神来盯着你 它从来没有对等的看待过你 无论你的学识 你的经历 还是你以前 你人生中的一些经验 你到了一个新的国家以后 往往都是要从头再起 我们中国人呢 又喜欢把这个调门放得很低 是吧 低调做人 那么 主动的 低下头来 从头开始 那么你没有自信 没有这种 或者说西方人觉得你 不是很有信心 那么你又要让别人平等的对待你 这完全就是一种奢望 即便你从内地带出来很多钱 人家也会找到各式各样的方式来攻击你 是吧 你这个钱合法吗 你这个钱挣的时候完碎了吗 这两个问题在中国出来的这个 移民身上几乎是无法回答的 就如果你带了很大笔钱的话 你几乎是无法回答的 因为中国曾经的这个三十年 就所谓的改革开放啊 三四十年 它是一个无序的这个商业竞争 大多数情况下 它存在着钱权交易 就是我们知道的中国的 那么你在这种环境中 你获得经济上的成功 你甚至把它能够转移出国 其实呢 你就很难说清资金的来源 你看没钱的话 你很低调 有钱的话 藏着叶子你又不敢说钱从哪来的 所以你还想让别人尊重你 是不是人家不拿你当贼 就算对得起你 那么很多人呢 到了国外以后 出去了 出去了以后呢 它首先面临了两个问题 对 最近其实你提的问题很那个 很现实 就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所谓的老华侨坑新华侨 新华侨坑落地侨 就这个问题呢 它在中国人的这个人群中间 你无论在哪一个国家 它其实都存在 就你一个新移民 你到了一个国家 甚至像我一样啊 就旅行者 还没移民呢 还没定居呢 那你就出现这个问题呢 你到这儿两眼一抹黑啊 是不是 你找一中介 找一中介 你说帮我换钱 是吧 我开不到银行账户 我先从微信转账 你给我转点太租 对不对 这个没问题 但你跟他说 你帮我办点别的事 或者咨询点别的问题 人根本就 看都不看你 对不对 因为他没有利润啊 没有利润的事 他不干 他跟你说 我不知道 其实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就你结束 四年 五年了 他是不是 他做饭做菜 你问他 他回答 那么 他 他百分之 你帮我签证 他应该 他给 马上 撒 撒 一点 这个他是属于 那些钱 钱 付一些 钱办 收完呢 你去找 这种事 刚刚 买一 然后 不是很管用 就跟 介绍 找人家之后呢 他发现不对 在哪买 那完了以后呢 他人 容易不对啊 这这卡的价格没有这么高 知道吧 几乎是翻了一倍 翻了一倍之后呢 完了以后 他就 他就很来火嘛 还不错 鼓道了半天 找到那个卖给他卡的人呢 他就咨询啊 质问人家算是吧 所以说不对啊 这东西人家市场上都卖 12万卖给我 带货的这中国大妈 你不是从大陆出来的吗 意思 你有钱 是不是 那这种观念 就是中国人坑中国人的这种事 不是在一个国 就又不是一个 在其他国 我遇到类似的事 只是人家不说 所以你不要 说中国 不让 由 你去上 给 因为他 他竞争比较近 他们为了 他们为了 他们 比较 在这买 满意的方 怎么样混浊 保他 对吧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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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很高 或者卡 这 我 我天好 好像写 应该是 我 我觉得 这不是我能 搞定的事 中间国家的关系 中国和 还是 我们 我们节 我们来 那很多 这上 没有 要 把 还是 怎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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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东西 我 我不知道怎么搞 要把它关掉 重新来吗 我 我